欢迎时间 回声 第25号 他的创作者是美国艺术家杰克逊·波洛克 他是战后美国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 被认为是美国现代艺术摆脱欧洲标准 在国际艺坛树立领导地位的第一工程 有一段时间 波洛克使用黑漆 完成了一系列包含绘画形象的作品 以此形成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抽象线条 回声第25号这个作品就是这段时间创作的 创作于1951年 现在保存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下一集我们会去参观巴黎的卢浮宫 欢迎时间 法国巴黎